在這間店的下游是要我說得出來嗎 他沒有在調酒 他是在調情 兩個禮拜十一字頭 枕頭都買土黃色的枕頭 不要放掉我 你都好嗎 你他跟著跟我講話 你可以坐下嗎 不會 因為我是一課 我也覺得很怕 欸 我那時候 他們都在花臉 對 他們都在花臉 我那時候真的是聽到你懷孕了 我真的想說 Oh my God 確定要生 對 因為才 對啊 我講的是 Oh Oh 欸 欸 欸 他知道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他 他就是覺得就是要生 反而是我猶豫了一下 是喔 對 因為我很擔心 在偷聽嗎 對啊 在偷聽 偷聽 你們是意外嗎 沒有 就本來是想生 真的是 有計畫喔 不是意外 對 我們可以喔 我們真的不是談話性節目喔 不用聊一些 我不能撿淚 對 我們不能女生聊天喔 好好 奇怪 你要我講什麼 不然你要我講什麼 你平常在那邊 在這間店的下游室 要我說出來嗎 什麼開來出來 什麼下游室 他沒有在調酒 他在調情 我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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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人在幫你服務 我就不用幫你服務啊 對啊 那你過來啦 你過來中間 過來這邊 中間 中間那邊 對 現在有店 剛剛沒有 剛剛跳店是不是 你們店還會掉店 要跳掉 你要幫我 你會吹嗎 我會耶 我來我來 好 加油喔 我要傳給家姐看 你要不要順便 染個頭髮啊 你要幫我染嗎 我們這邊有染髮服務喔 要嗎 需要剪嗎 我好害怕 唉唷 會吹喔 還會剝乾 喔 拜託喔 欸 楊蜜蜜耶 怎樣 方知有大概出生到現在 第一次一天洗兩次頭對不對 對啊 兩個禮拜洗一次頭 枕頭都賣 土黃色的枕頭 大地色系的枕頭 不要爆料我 你有怎麼樣 反駁的嗎 沒有要反駁 我就是不愛洗頭 我就是最不愛洗頭的 女藝人 那會有 頭胃嗎 可能 四五天以後 開始會有一點 欸 喔 我沒有洗頭喔 你有發現我們 本店最大的特色就是很多小鮮肉 小鮮肉跟小美女們 對 那你怎麼會在這 對 我是屬於比較年長掛的 就跟後座一起 前輩 沒有後座跟我一樣 我們都是年輕掛的 蛤 蛤 曾經你也是年輕啦 那你覺得 你現在進入演藝圈 有就是 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就是 現在心靈雞湯時間是不是 對啊 有可能有時候工作又不太穩定 然後我來跟他講 他試學業這樣 姐姐建議 姐姐給你一個小建議 就是可以 然後再好好來衝刺 是不是嘛 你自己說嘛 是不是好好把書念完嘛 對 念書你怎麼都沒有 對啊 你最後悔就是書沒有沒有 真的… 我最後也是我大學沒有念完 所以就是 覺得很… 那誰耽誤了你 嗯 初戀奇人我知道 我要講他的初戀奇人是誰 開玩笑開玩笑的 大家緊張喔 可以嗎 因為我跟修 算是 我們是算是有私交 所以我還 跟他搶過 吹風機來自己吹這樣 就是原子上 你跟那個佩涵 就幫我吹一枕 然後用膩子夾的時候 就覺得 欸 他們真的會 然後弄好 我的造型我也滿滿意的 就是弟弟妹妹們 都很認真很用心 所以我覺得 這點是我感受到 心思沙龍 最真誠的一個部分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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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 我走吧 我的頭髮很像 欸 對 對 那走吧 走吧 謝謝 謝謝 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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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位要幸福喔 人生萬歲 拜拜 謝謝志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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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酒 你有故事嗎 最有趣的內容 都在來吧人業中 官方頻道 請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